大家好我是杰奇,歡迎來到專利洞察 你知道嗎?在智慧型手機還沒補給之前 有一家台灣品牌曾經野心勃勃要挑戰全球手機市場 還打算跟歐洲大廠並肩作戰 它就是BenQ Siemens 但今天這個名字早已消失在手機世界裡 為什麼?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場看似雙贏的併購為什麼最後變成雙輸? 今天我們就從專利的角度來聊聊BenQ Siemens的遠路故事 故事要從2005年說起 當時德國的Siemens手機部門已經連虧好幾年 市占率節節下滑 它雖然還是歐洲老牌 但面對Nokia、Motorola、Sansung的微角 已經有點力不從心 台灣的BenQ則是想把品牌推向全球 除了螢幕、筆電 也想在手機市場詹襲之地 於是Siemens把虧損的手機事業部0元轉讓給BenQ 還承諾三年內投資2.5億歐元支援過度 並讓BenQ使用BenQ Siemens雙品牌 這聽起來很不錯對吧? 德國品牌加上台灣的製造能力 看起來就是黃金組合 但是問題馬上就來了 你看Siemens當時可是歐洲通訊圈的老大哥之一 還是ETSI 也就是歐洲電信標準協會的成員 手上握著不少GSM、3G的標準必要專利SEP 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的技術已經寫進全球通訊標準力了 你只要做手機 想要這套標準 就繞不開他們的專利 而且Siemens自己做手機的時候 因為跟其他的SEP大戶 像Alison、Rokia、Philip都有交互授權 大家互相用彼此的專利彼此不告對方 算是行業裡的一種默契與保護傘 所以即使市場在激烈 西門只至少不用擔心每天被人端上法令 但是一旦這個手機部門轉手到BenQ 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 這些授權協議並不會自動跟著轉移 因為SEP的授權通常是針對特定公司 特定法律主體來簽約 就算技術的員工都搬過來了 合約上寫得清清楚楚不能隨便轉讓 這就像你搬進一棟豪宅 結果發現裡面的鑰匙 保全系統都是綁替前五組名字的 你雖然住進去 但進不去保險部 要重新跟保全公司簽約 而且保全公司一看 新同學是吧 沒有之前那層交請 價格就照標準收甚至更高 所以換句話說 BenQ雖然一口氣拿到德國研發團隊 整條生產線 全球的通路 還能用上三年的BenQ Siemens雙品牌 但在專利這一關 他等於刺手空拳的走上戰場 完全沒有繼承到 Siemens那價值連城的專利保護傘 而對手是誰 是那群早就在戰場上布滿地雷的SEP大廠 忍著看你哪天踩進來 一口氣收你一筆通行費 接下來發生的事 你大概已經能想像到 接下來畫面你可以想像 BenQ剛搬進德國豪宅 還沒弄好被窩 門口就排滿了人 Beeve、Alson、Nokia這些 歐洲老牌大廠 一個個站出來 笑得很客氣 不好意思 你們手機裡用到的GSM3G技術 這專利是我們的 請先把授權費用節輕一下 謝謝配合 聽起來像是禮貌通知 但Beeve一直很直接 不付錢 那就準備等著收律師信 甚至你的手機 可能連歐洲市場都進不去 Siep的授權費可不是零頭錢 GSM每支手機大概要1到3美元 3G再加上5到10美元 初步算一算一支手機光專利費 就要掏6到13美元 還不含其他的授權項目 你可能覺得這沒多少 那換個角度想 如果你一年賣個500萬支手機 那就會至少3000萬到6500萬美金的現金 而且這筆錢不是一次交清就算了 你賣一支都得付 像抽稅一樣持續扣你的血 對當時剛併購 內部還在虧損的BenQ Mobile來說 這簡直是把脖子伸進對方的收銀機裡 BenQ手上還沒有足夠的自由Siep可以反擊 要怎麼反擊 大公司之間談授權時 會說我也有專利 你用到我的 我用到你的 大家互相抵銷 這就是交互授權 能把授權費壓低 但BenQ在GSM3G領域幾乎是白紙 沒有什麼籌碼可以放上談判桌 談判場面就像打撲克牌 你手上只有幾張雜牌 人家卻是童花順 結果就是條件全由對方開 BenQ只能硬著頭皮來接 而這只是悲劇的開始 專利壓力只是第一波 第二波是市場殘酷的現實 BenQ Siemens推出的新計算外型還不錯 但在功能與品牌力上打過Nokia Samsung 而且德國的高人士成本 文化整合的摩擦 都讓重組進度變得很慢 結果就是產品賣不好 授權費卻得照付 現金流像被抽乾的水桶一樣不斷往下掉 2006年9月 BenQ Mobile宣布破產 很清算 短短一年從全球擴張的夢想 變成台灣史上最慘烈的跨國併購之一 很多人以為BenQ是輸在行銷或產品不夠好 但其實專利才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沒有ECP授權保護 就像沒有盾牌就衝進戰場 你不但打不贏 好會被四面八方的對手瘋狂收割 這也告訴我們 在國際市場 專利不只是法律文件 它是生存的護身符 你要嘛自己有一堆專利當籌碼 要嘛確保別人的保護傘能跟著你走 否則就算你品牌再漂亮 產品再有創意也可能撐不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天 那你還記得BenQ Siemens當年推出過哪些手機嗎 又或者你覺得如果當時BenQ有討好ECP授權 故事會不會完全不一樣 我是杰琪 解析專利帶你瞄懂創意 謝謝你看到最後 我們下次見 Bye